今天回到这部新闻节目现场 我是阿关 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十点钟 现在中国正是诸事不顺 台湾则是诸多烦恼 此诸是那个诸 小诸的诸 为什么呢 因为诸价的狂涨造成了 中国的通膨物价指数上升 现在中国还发了军令状 我们政府发军令状干嘛呢 不是要去从军 是叫大家一起来养猪 这个阶段参与讨论的 邀请到资认分析室邱敏宽 大家好 以及财源专家谢晨彦 大家好 今天一开始赶快来看看 这个猪烦恼 猪肉价格狂涨 政府竟然因此下达了军令状 军令状说什么呢 大家一起来养猪 好 中国把控制猪肉 列为重大政治任务 多省还推了军令状 这个是中国的副总理胡春华 他在这个会议上直接就讲 他说增加猪肉的产量 是重大的政治任务 政治任务 养猪变成政治任务 然后他还讲 这是我们给党中央国务院 下达的军令状 这个是国务院亲自下达的军令状 那意思就是说 要提高猪肉的产量 好 那为什么要提高猪肉的产量 因为中国是一个猪肉的消费大国 他一年需要多少头猪 你知道吗 7亿头猪 7亿 就等于两亿 两个人吃一头猪就等于一年 他们人均的消费量是40公斤 40公斤 但是各位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今年中国的猪肉的涨价的幅度 给大家看一下 那简直吓死了 你看一下 这是斗角度 对 斗角度往上飙升 现在每公斤来到人民币27块 这是人民币 超过100块台币 应该是到32块 我看到最新9月 这个是全猪 这个是全猪的价格 这是生猪 对 这是生猪的价格 然后切它要切 那到财市场呢 现在每公斤到150 批发价 批发价已经32块 那这个猪肉为什么会变那么贵 大概有三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当然是因为非洲猪瘟 所以非洲猪瘟他们总共扑杀了多少 116万只 而且因为很多的养猪长 因为感染了猪瘟 所以他被迫要去停止去养猪 所以他们总共从4.28亿头的猪 减少到3.75亿头 已经减少了5300万头的养殖量 所以你看到 5300万头都是因为非洲猪瘟扑杀的 对 不是 他减少了养殖 他已经杀掉116万头 他已经先杀了116万头 可是你的猪场感染了 你感染你就要降低产能 所以你的整个产能降下来 已经降了5300万 好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是今年2月 就已经是过完农历年 猪年一开始 就非洲猪瘟就闹得沸沸扬扬 那结果呢 又因为中美贸易大战 原来卖猪肉给中国的 用低价的猪肉卖给中国的 两个大国 一个叫美国 一个叫加拿大 中美贸易大战 现在从去年4月到现在 你知道 他们对美国的猪肉 磕了多少关税吗 磕到72个percent 中国对美国猪肉 磕72% 对 你看 这个是断自己的手指 对吧 因为我中国的 我就不跟你买 我的民众要吃猪肉 我自己一闹了饥荒 不是 猪瘟 猪荒 我还把我本来可以便宜 进口的猪 我给他磕72%的关税 这个要对美国人下达 就是说 我是有壮士断碗的决心 我跟你拼了 好 跟你拼了 那你猪肉就已经贵了 那加拿大本来可以取代 这是大妈在抢肉 对 就是Costco Costco的在抢肉 你知道那个加拿大 又因为孟晚舟事件 所以把加拿大的 这个进口猪肉也给封了 好 那这一页也就算了 还有一个更麻烦的是 因为养猪要吃饲料 大豆 饲料是大豆 大豆也瞌睡 又是从美国进来的 所以你整个全球的大豆价格 因为中国的这整个需求量 都已经暴涨了 所以这全部加起来以后 就造成了猪价一路往上飙 那股价也一路往上飙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中募股份 中募股份是中国生猪概念股 其中的一档而已 一个月涨40% 如果你看他那个生猪概念股 哇 是一片红通通吓死了 没错 那所以 那你现在更不要讲说 事实上也影响到台湾 台湾后来那个 卖鸡的不是鸡肉也大了吗 因为大家不吃猪肉 就吃鸡肉 可是最近网民也在讨论一件事 他说奇怪 台湾那时候有猪瘟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也有炒过一阵子 我们的猪价是下跌的 中国为什么闹非洲猪瘟 我们是不敢吃啊 我们那时候猪生病 我们不敢吃 大陆是吃不够 吃不够 所以他们就说 这个奇怪 就是因为中国 因为他所有的网站上面 都宣传一件事 他说非洲猪瘟没什么大不了的 加热以后吃就没事了 煮熟就好 煮熟就好 煮熟就吃了没事了 中国人不怕 继续吃 继续吃 那这个 后来他们发现一件事 说搞了个半天 原来中国是因为控制媒体的舆论 所以他们要让 所以让大陆民众继续吃猪肉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应该是中国 事实上要让整个产业 因为他害怕的是什么 因为整个养猪量实在太庞大 如果中国大陆的人民 全部都害怕起来不吃猪肉 第一个倒霉的是 中国本身的这些 养猪户 所以他怕闹出更大的问题 所以他赶鸭子上架 硬是要让大家继续吃猪肉 好我们刚刚看到了 中部股份飙涨 养猪的飙涨 但是老百姓惨了 荷包被扁了 因为CPI指数往上洞 来到了2.8 台湾大概是1左右 你可以想像 中国的通膨压力有多大 通膨压力一大 当然对整个经济 会产生非常大的冲击 而这里头造成通膨上涨 通膨上涨的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猪肉 因为猪肉大涨造成了消费价格 往上飙了2.8% 这个几乎已经快动摇果本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 2.8%不是售价的2.8% 2.8%是个指数 对 你是消费者 2.8%是很高 因为消费者物价指数 到3%的时候 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人民银行本来要宽松资金 要救这些企业 这下我不能宽松资金 所以现在是换到猪肉商 猪肉已经影响到 中国企业的维稳 中国企业的稳定金 难怪又发军令状 对 所以现在这个 为什么讲说 增加猪肉产量 是重大的政治任务 因为中国如果经济不能崩盘的话 猪肉价格先要稳住 那我们来看中国人真的很会养猪 据说他们那种AI养猪技术 不得了 我们先不要讲AI 那个太科技了 我们先讲 现在已经有猪肉旅馆 就养猪生猪旅馆 这个生猪旅馆 我觉得这个有够夸张 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英国的媒体 都已经去报道 各位 你现在在画面上看到 他们这个 这个养猪的这个旅馆 很人性化 他说平均每只株 可以享受的空间 是1.1平方米 我觉得他可能比 某些大城市的 那个农民工 还享受的 那个面积可能还大一点 楼高多高 13层楼 每一层有一千头株 所以我帮他算了一下 他目前已经有 两座厂房 做起来 就是两个旅馆已经建起来 然后他现在目标还要 再干四间 所以总共 加起来六间的旅馆 这个全部如果加起来 如果我算过 他年养的这个株的数量 大概是七万八千头 七万八千头 所以你看到 这个他们号称是 全部是自动化 而且是有这个 尽量降低人 在里面的这个空间 然后就是减少人 在里面这个做 大部分都是靠什么 用sensor 用机器 用AI的设备 所以你看到 这个不是厂房 这是养猪厂 这是中国的养猪厂 所以据说 英国媒体 特别BBC 还去报导过 报导这个豪华养猪大楼 耗资百万英镑 惊呆了英国媒体 我们刚刚谈到 要来谈谈中国的AI养猪 蛮厉害的 好 那这个AI养猪 其实这个 因为中国的很多大企业 都开始在养猪 好 那最有名的是什么 阿里巴巴 他推了一个阿里云 这个阿里云 是协助中国的这些 养猪的这些生产公司 怎么样去照顾猪资 各位你看 这个小猪 再生下来 大概几个小时之内 他的耳朵上 就会打上RFID的标签 电子标签 所以这个RFID的标签就可以 你看他用手机 他可以知道什么 你知道吗 第一个他从RFID的ID里面 他可以知道 猪资的活动量 这个猪到底是站起来走路 还是在有发出声音 然后现场还有Sensor 他收集了所有猪资的声音 去判断这个猪 目前会不会过度拥挤 他现在的状况 生理的状况 有没有人生 有没有猪已经生病了 所以从活动量 声音 然后他们还要去抓什么 他们现在是希望每一头母猪 他的这个平均的 这个每一年 升的这个小猪的量 要增加到32只猪 所以你当你的母猪 如果能够生产的这个猪 能够生产更多的话 事实上对他的整个单位经济成本 就可以做得更大 你知道这个四川有一家养猪厂 用阿里云 用阿里巴巴推的这个阿里云 去养这个ET ET农业的这个智慧养猪 你知道他的目标 年产要多大吗 1000万投租 这个是阿里巴巴的股价 对 所以你看到的是 阿里巴巴 他是协助的养猪户去养猪 股价在关注看一下 对 你看 所以你看到 阿里巴巴当然 不是只靠养猪 但是问题是 养猪现在是他最红的题材 所以阿里巴巴股价也表现非常好 那台湾呢 台湾现在据说今天开始 也严格管制 月饼里头有猪肉馅不可以入境 那要怎么查 那台湾 台湾我们也有AI养猪的 台湾有AI养猪吗 是在中国养猪 是我们的吻茂 我们吻茂呢 在中国有一个转投资公司 叫全吻生计 全吻生计 他是在中国养猪 在中国养猪 那也是AI养猪 也是AI养猪 而且他更猛了 他说啊 我们这个半导体 都有那个清洗剂 所以会回收废水 他们把这些回收废水 全部拿来用作养猪场 所以他们用半导体的 回收废水的设备 来做养猪场的 这个废水的回收 他的目标也是 要养非常多猪 而且他的这个所有 全部用半导体的这些技术 来协助猪资的饲养 好 那我们来看文茂的股价 也很漂亮啊 我们也没输阿里巴巴 所以你看人家又有半导体题材 还有猪肉题材 好来 短波段高点在280 现在在266 一直维持高档震大 所以他不只会卖华为手机的晶片 还会卖猪 将来也会卖猪喔 对对对对对 请不吝点赞 would you really need to fact 你们 延报 整个 分